第2個屬性叫ID 我把它改成T01 也就是以後它就叫T01 OK 再來的話呢 拖拉一個Button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多增加一個Button 那這個Button裡面呢 我改也是兩個東西 第一個 它的文字改成確定 所以你這邊有個test把它改確定 第二的話呢 它的ID的話 這邊一樣有個ID 所以你往下拉 ID部分 把它改成什麼 我習慣把它改成B01好了 比如說這個叫B01 兩個都大寫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裡面的文字做變更的話 其實呢 將來就可以透過程式 建一個事件 按下它的時候 去變更它裡面的文字 所以 變更那個testview裡面的文字 你可以利用它有一個方法 叫set set就是裡面更新 裡面的test settest 給它新的文字 那它就會變更裡面的東西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就是 先建一個新的專案 不外乎就記得 就是先把原來的那個testview 把它變更一下 那個名稱 記得就是兩個屬性變更一下 一個是ID 一個是test 就這兩個 其他不要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呢 如果說 你要變更它的顏色的話 它裡面有一道testcolor 另外如果說它的字的大小 裡面還有什麼 test size 那當然你可以藉由其他 不過 我們等一下 可以再做其他變化 也許 按按鈕的話 按下去 當然可以先變裡面的文字 可不可以變顏色 當然也可以啊 你再用set testcolor 去指定一個新的那個 顏色給它 那字能不能放大 可以啊 你就是再把那個 它的size size把它變大 或者縮小 所以你甚至可以再變化嘛 比如說再加一個按鈕叫放大 一個叫縮小 然後一個叫變換顏色 那變換顏色之前 我有教同學就是 來做一個變化題啦 比如說按下去 亂數產生一個顏色 因為那個16晶微字的顏色嘛 你可以亂數跑 然後每按一下 字的顏色就換一下 按一下 當然這個是延伸的變化題 那等一下我們主要是 第一個先把我們的UI介面先做好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那個裡面的程式加上去 做完之後 這個部分 就可以再執行到我們的那個模擬器 今天至少反正可以看到 然後至少第一個專案就完成了 那往後的專案 基本上都是延續一樣的 第一個新建專案 第二個有個UI 第三個程式加上去 大概就差不多 先解決那個MVC裡面的VC 然後後面當然有個M M的部分呢 再慢慢把它加上去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